《警察離開廁所》 抗議者星期二晚撞破金屬大門進入立法院大廳並用椅子阻攔警察 他們抗議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這項影響廣泛協議 聲稱這項協議將會損害台灣的就業市場 並且會進一步增強北京在台灣的影響力 學生抗議活動的發言人說他們要求政府取消對這項協議的初步審議 抗議學生代表黃毓芬說 我們要求王精平院長直接宣布昨天內政委員會的決議是無效的 並且要求馬英九總統馬先生可以當面來現場回應民眾的訴求 多年來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一直密切 上個月在合兩岸舉行高場會談之後 雙方之間的政治關係似乎升溫 台灣在野的民進黨擔心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力過大 他們要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在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 並且表示將會投票反對這項協議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 民進黨非常關心的資源 希望這個事情能夠立刻解決 所以馬英九要負起責任 因為這個事情是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 用強行所謂生效這種情形是很不應該的 根據台灣官方陸委會在上個月底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45.7%的台灣民眾支持簽署服務協議 不支持的比例是40.4% 但台灣民間單位做的民調亦顯示 對服務進行實質審查得到七成的民意之次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是台灣與中國在2010年簽署的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組成部分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